英雄聯盟的召喚師峽谷有很多座高山 但一說起那個男人 大家一定會想起菲克尼向赫 作為陸阿魯首位職業賽大滿貫選手 峽谷中從不缺少你哥的傳說 三星旗下玄龍騎士品牌 剛剛推出了T Faker定製版 它究竟是強強連合 還是情懷收割了 一起來看看吧 三星G7 Faker定製版的包裝盒上 有Faker的簽名 附贈有Faker頭像卡紙和Faker手辦兌換 手辦四種形態隨機寄送 可在SKT官網兌換 開機界面Samsung和T的logo並列其中 UI介面也特別定製 顯示器右下角背面支架都印著T的logo和簽名 作為年名款由淚而外誠意十足 G7外形簡約但細節處處酷炫 屏幕底部兩側各有一條RGB燈帶 分別向前和向下開窗 黑暗環境中RGB色彩呼吸般律動 顯示器背殼做出了碳纖維的質感 條狀紋理向中央匯聚 居中的就是非常拉風的RGB氛圍燈環了 支持五種模式 52種調色 乍一看還以為是環太平洋裡 機甲戰士的渦輪發動機 有一種科幻感 接口全部隱藏在擋板裡 分別是3.5mm耳機孔 HDMI 2.0 兩個DP1.4 一個PC音 兩個USB和電源接口 資深遊戲玩家一定要使用DP1.4接口 才能獲得滿血的高刷表現 顯示器可以調整角度和高度 支架上還有耳機掛勾 將支架向上推動 就能看到內部的擬線槽 將線材埋在裡面 不光正面看不到線 背面也一樣極致簡約 外觀滿分10分的話 你覺得可以打幾分呢? 歡迎彈幕走一波 我覺得打9分沒毛病 G7Faker定制版的屏幕參數 和標準版一致 31.5英寸 2560×14402K分辨率 屏幕曲率達到了1000R2 這也是最貼合人眼球的弧度大小 31.5英寸如果是平面 就會有邊緣的視覺盲區 結合1000R的曲率 它會大幅的提升視野的沉浸感 無論是打遊戲還是看小電影 都能讓你身靈其境 沉浸感十足 G7的這塊VA面板原生的平均響應時間 只有3-4毫秒 還支持FreeSync兼容G-Sync 現在一說VA就似乎有原罪要被罵的政治正確 但這塊VA最低1毫秒的灰階響應 已經是高端IPS的表現了 在UFO脫影控制中表現也相當不錯 配合240Hz刷新率 尤其是在FPS類遊戲中 更能先發制人 杜絕敗給 HDR600的支持使得畫面寬容度更高 勞拉小姐姐更漂亮豐滿了 G7採用QLED亮指點技術 SDR亮度實測平均352尼特 全局峰值385尼特 但HDR600認證的意思是 在觀看HDR內容時 局部峰值亮度要達到600尼特以上 實測SRGB覆蓋99.6% P3攝域覆89.3% Delta76平均0.39% 最大才1.92% 這樣的屏幕數字已屬優秀 原深8bit面板 可以通過算法實現10bit色深 當然要發揮G7的全部實力 就得用上DSC了 DSC就是顯示牛壓縮技術 顯卡通過算法壓縮部分色彩 顯示器負責快速解壓 這樣會丟失極少部分的色彩數據 確實連普通校色儀都很難分辨出來的程度 所以大家基本不用擔心色彩的丟失 因為丟了那麼一點人眼極難看出區別 DSC巧妙地滿足了高分辨率 與高刷新率並存的帶寬需求 早在圖寧架構的RTX20系列顯卡上就已經實現 而按摩店這邊在去年發布的RX5700顯卡上 也開始支持 現在到京東支付定金100 它可以抵800 那5699到手 和普通版售價基本一樣了 無論是最基礎的硬件參數 還是外型設計上的細緻考究 三星G7足夠誠意 還有Faker的年齡加持和定制手辦 不知道屏幕前的遊戲玩家 你動心了嗎?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三星G7、玄龍騎士T、Faker定制版的全部內容了 覺得視頻還可以的話 歡迎點贊、投幣、收藏、轉發 沒有關注的朋友可以點個關注 我是沐晨 那我們下期再見